你可以分兩階段來做 如果你對MID的函數不熟的話 你可以先做MID 插入函數裡面你可以用什麼 如果你要算它的第二個字的話 你可以先用文字裡面有一個叫MID MID顧名思義是MID 也就是說從中間開始算 所以按確定之後 它跟Labs跟Rights最大不一樣是多一個參數 那當然第一個一樣 哪一個就是你文字要給它 它會問你說你文字在哪裡 那就是這個儲存格給它 那第二個多一個參數 就是說你要從哪一個字 第幾個有沒有 就是START就是從哪一個字 從第二個字 那你要幾個字 要一個字 這個時候它就會知道說 你第二個字12 要幾個要一個 它就會幫你抓到這個字 那幫你返還回來就是這個結果 所以函數它最後有一個返還的結果 會告訴你 你要的東西就是它 但是特別注意 它有什麼特別 你看起來它是1 但是實際上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1前後都有加什麼 雙引號 對它是文字 它跟那個1有沒有相等 不相等 其實很容易做錯就這裡 好那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當然第一階段有做出來 可是這個不是我要的結果 那你可以先做第一階段之後再把它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的部分 再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那個邏輯裡面 一幅 有沒有 它比如把它貼上就好了 剛剛剪下的東西貼上 如果它等於什麼 等於1的時候 1 特別注意喔 這個1這樣打對嗎 不對喔 記得要加上雙引號 這個我想很多同學常常會漏掉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給它一個 如果是1那就是男 反之的話呢 就是女 這個應該沒問題 但是 這個地方還有一種做法 順便問一下 如果說今天 你要判 就是說這個地方 假如你不是改後面 而是希望怎麼樣 改前面的話 比如說前面用me的函數 因為它是文字函數 所以切完字串之後 它一定是文字給你 返還的就是一個文字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把文字 轉換成數字 再返還的話 那有沒有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哪一個函數 它的用途 就是把什麼呢 把文字 幫你轉成數字喔 有沒有這個 這種函數 也不知道有沒有用過 有一個函數呢 就是什麼呢 有什麼函數呢 你們可以找一下 叫value V-A-L-U-E value 如果你今天用value的話 把它包起來 特別是用 如果你用value 把它包起來的話 它就會把原來裡面的1 幫你轉換 就是自串的1 幫你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數字的1喔 所以value這個函數的用途 如果你將來呢 回來的東西 那你可能不能改後面 只能改前面的話 那你就把它包一個value就好了 當然這一題喔 可以這樣做 不過好像感覺這樣反而更麻煩喔 兩種做法 提供給各位參考 因為這個 遇到的機會其實還蠻大的 好 按確定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會出現男或女 OK 性別有沒有 自動OK 但如果你沒有去包那個value的話 假設說 你這個value 沒有包的話 那後面又沒有改字串喔 那最後做出來的結果 一定是錯誤的 所以這邊的話 假如把它打勾 你會發現全部 通通都會是女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都是false 因為不可能會有數字出現 所以你要不就改前面 要不就改後面 後面的話 用個雙語號 打勾 這樣的話呢 這樣就完成了 那這個是 LEN加MID的函數用法 其他的話 我想大概這個 練習一下MID 因為MID函數用到的機會 其實非常的大 那做完之後呢 那就請各位 稍微看一下綜合練習 試試看好了 那做法上面 如果硬性規定 一定要用這個 配合這個 配合這個 幫我把結果做出來 那要怎麼做 畫面再還給各位